成功学告诉你人人可以成功 但是我告诉你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 如果所有人都能成功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失败者 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有穷人 为什么很多人努力了一辈子 依然穷困潦倒 为什么很多人奋斗一生依然一世无常 跟造化有绝对关系 有的人没有怎么努力 长相也不好 学历也不好 人脉也不好 出身也很一般 为什么他轻而易举获得成功 有的人说他运气好 我觉得不是运气好 就是有造化 所以我说领袖是天生的 那有人说 老师既然领袖是天生 那我就不学习了 我没有那个造化 那为什么我还来学习呢 我这一辈子的命运就是个穷人 那么我没有造化 那学习还能改变命运吗 我从来没有说学习能改变命运 但是你来学习 能让你的造化早日显现 我说洗脑不重要 关键是被谁洗 洗脑从来不重要 我们每天都在被别人洗脑 你发现了吗 你每天看新闻 不是在被新闻洗脑吗 你每天被别人影响 就被别人洗脑 你能影响别人 就是你能给别人洗脑 所以一个人 获得成就的能力 就是给别人洗脑能力啊 所以我不开玩笑 你要被毛主席洗一下 你就是十大元帅啊 你要被马云洗一下 你就是十八罗汉啊 我经常说你被穷人洗 那你就更穷了 同不同意 所以李嘉诚是华人首富 去年刚退休 今年九十一岁了 他说了一句话 我认为最经典 他说句什么话 他说你不要相信 普通人的建议 如果他的建议有效 他一定不是普通人 所以很多人天天 做事 问这个问那个 问的全是普通人 你能有好结果吗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 你们都知道 这个我重点讲的 两种人第一个叫富人 第二个叫穷人 或者叫普通人 一个叫有结果的人 一个叫没有什么结果的人 一个叫富人 一个叫穷人 一个叫领导者 一个叫追随者 就是你们知道的什么 二八法则 到底是什么 决定了人和人之间 最终的差距和结果 后来我明白 根本就不是人格有命的问题 人格有命的本质 背后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因为人格有质的问题 所以跟老师来说句话 来上至总统 下至饭桶 不一样的 就是脖子以上 同意吗 我就问很多人 我说为什么你不创业 我没有钱 我说创业 我就问很多已经成功的人 我有很多同行 我有很多朋友 我说你当年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创业 他说我没钱呢 所以我要创业 我发现思维不一样 穷人说我没钱 我创啥业 有结果的人说 正因为我没钱 所以我要创业 我说你为什么不创业 他说老师万一赔了咋整 我又反过来 问我那些已经成功的朋友 你为什么不怕赔了 他说老师 我当时天天想的是 我万一成功了怎么办 人这辈子缺的不是钱 缺的不是能力 缺的是思维 你为什么买车 是因为已经受够了坐地铁 每天被挤得不成人样 为什么买房子 已经受够了睡地下室 为什么要成功 已经受够了 过普通人的生活 一定有个关键节点 让你改变 把那个节点找到 这就是关键点 穷人是之所以穷是 他从来没想富过 他就认为自己是穷人 他说我这辈子 就是个种地的命 你有没有发现 这话说三年 他果然种地去了 我就是个农民 他果然是农民 好准 影响王老师非常大的一本书 拿破仑西尔写的叫思考之父 里边就说了一句话 我认为价值千万 他说不管你相信你能 或者是你不能 你都是对的 但结果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我坚信王老师 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 十年之内 我一定身价过百亿 过千亿 能理解吗 我只不过把这个过程 走完而已 这个信念是干嘛 不是让你达成目标 信念是照料你前行的路 这你理解了 天天说自己穷人 你不穷才怪呢 就在这点 穷人做事 赚钱都在靠脖子以下 真正富人成功者 没有一个靠脖子以下赚钱的 都在靠这里赚钱 脖子以上 另外穷人还有一个思维 是什么思维 他天天挂在一个嘴边的一句话 就是赚钱好难啊 赚钱太难了 赚钱太不容易了 要存钱 要把钱花在什么 刀刃上 我告诉你 你说的话都是有能量的 穷人攒一辈子钱 他一辈子都在说一句话 说我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结果就攒钱攒钱 最后得一场大病 然后把钱全部花在医院 果然花在刀刃上 你天天说刀刃 你吸引来的一定是刀刃 所以我没有见过一个富人 靠攒钱成为富人 而富人花钱都很搭手 而且富人都很败家 能得家吧 所以不跟你开玩笑 你要了解富人的生活方式 了解他思维模式 央视记者问马云 说如果成功只有一个秘诀 请你不加思索地告诉我们 那个秘诀是什么 马云连想都没想 直接就说我口才好啊 我比较会忽悠 我说什么他们都信 当时我在看电视 我心想 这难道不是人生最重要的能力 你说什么别人都相信 你给投资者说 投资者相信 你给客户说 客户相信 你给媒体说 媒体相信 你给员工说 员工相信 这就是人生最重要的能力 为什么你们公司业务员 拎着产品出去见客户 拜访了几个月了 客户都没买 对不起 就不相信他的话吗 同样的产品 同样价格 同样服务 不同的人来卖 结果不一样 那原因很简单 一个会卖 一个不会卖 你不要告诉我 酒香不怕巷子深 那个时代早已经过去了 现在的时代是 酒香也怕巷子深 再好的产品 也需要在大家面前展示 销售 同意吗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所有大企业家 所有成大事的人 首先第一条大气 同不同意 小气交不到朋友 你小气扣缩的 那怎么能交到朋友 为什么女人 都是看不上男人呢 这男人小气 礼物都舍不得送 能得见吗 衣服都舍不得买 什么都没有 这核心 这是我就给很多女孩子 说一句话 嫁给什么人 都不能嫁给一个小气的人 这必须大气 因为自古以来 所有能称大业者 都是大气的人 非常大气 他才能称为什么 领导者 否则就小气扣缩的 你看吧 所以王老师讲课 这么多年了 我没有在舞台上 说过一句 我开什么车 住什么房 因为我开的车 再好 那不是我的本事 我住的房再好 那不是我的本事 能理解吗 我就看 跟着他干的人 开什么车 住什么房 今天王老师很骄傲地 告诉你件事 我公司的核心高管 都是豪车豪宅在北京 而且不止一套房子 一个年轻人 问一个老头成功的秘诀 那老头是个大师 老头二话没说 把他带到一个水缸面前 二话没说 把头摁进去 那年轻人挣扎了半天 快死了 把他捞上来 年轻人很委屈 说大师 问你成功的秘诀 你不告诉我就算了 你淹死我干嘛 你没必要这样 大师就问他一句话 你当时在水里边 你最渴望的是什么 说你什么时候渴望成功 就像渴望空气一样 你一定会成功 现在很多人不改变 就是因为小日子过得不错 那还说什么呢 满足了 你满足你家那几十平米的房子 你满足开个二十万的小车 满足一个月挣八千一万 满足了 你满足了 那就谁也没办法了 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 学历不如你 能力不如你 背景不如你 人脉不如你 长相也不如你 但是活得比你好一万倍 你们最大的差别 就是他不满足 你满足 人的梦想是根据环境 不断变化的 王老师 人生第一份工作 在海鲜市场卖鱼 我当时最大的愿望 就是成为海鲜店的老板 因为每天晚上 看到那个老板 坐在那桌子上 数着一天挣的钱 他啥也不干 他每天就数钱 我当时最大的梦想 想成为他 后来到了饭店 最大的梦想 想成为饭店老板 梦想又变了 我发现饭店老板 更舒服 连钱都不用数 有人帮他数钱 后来王老师 去工地干活 建筑工人 我最大的梦想 就是成为 想成为包工头的老板 我看包工头 叼了个烟卷 背了个手 啥也不干 对我们忽来何去 我说我什么时候 要成为包工头多好 后来 我 听课 我就特别想成为 台上那个人 你现在也成为台上 那个人了 能理解吗 所以各位 你的环境 决定你是谁 上次有个同学 站起来 回答我 什么叫梦想 他老师 梦想就是做梦的时候 想到了什么 老师告诉你 什么叫梦想 写下来 梦想不是做梦的时候 想到了什么 而是想到了什么 激动的 无法入睡 这叫梦想 梦想就是你努力一辈子 才有可能达成的 叫梦想 比如说 阿姆斯特朗 从小有个梦想 登上月球 你的梦想要足够什么 要足够大 不够大的不叫梦想 只要你说完了 别人没说你神经病 那不叫梦想 能理解吗 这么多年走过来 我把我的梦想 说给我身边的人听 大多数人都说我神经病 大多数人都说我疯了 那么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